今天的AT個股推介 建議大家留意友邦1299 簡選原因是友邦今年第一季的新業務價值 按固定回率計算增長28% 較去年全年的跌4%有明顯改善 除了疫情帶來的干擾減退 日常活動回復正常 內地銷售顯著好轉 公司內地、香港、東盟、印度市場的新業務價值 都取得雙位數的增長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 友邦今年盈利是去年較低基數下會大增21倍 至於宏里今年盈利會下跌14% 策略上友邦昨天上升0.6% 收報是85.45 可以在短期上升軌即83元附近分住收集 第一站先上網年初高位大約94元